作为一个优质的男朋友 怎么能不会做巧克力呢 这个时候的可可果完全无不出巧克力味 反而有种山植的味道 可可果的树叶不够 所以我用荷叶在外面铺了一层 紧紧的包裹住 记得容器要选这种带孔的 装到保温箱里发酵7天 你看发酵的过程中会有水流出来 把酵好的可可果味道可就没有那么好闻了 这一股味道非常的爽爽 加入清水搓洗干净 如果按照正常的做法 应该把它铺平 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个星期 我们就用更快捷的办法 用厨房纸吸干水分放入烤箱 90度低温烘烤两个小时 稍微搅拌一下 150度再烤20分钟 烤到像这样子 外壳一捏就碎 露出里面的可可果就可以了 10个可可果真正剥了我一个小时 很容易碎掉 这是正常现象 还有一点要注意 外壳一定要清理干净 要不之后人巧克力会有残渣哦 这里是10个可可果的量 一共250克 你们可以拿起来仔细闻 已经可以闻到巧克力的香气了 刚刚面粉保存 下一期我们来做巧克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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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